养殖乌鱼四仙都为捕捞上岸后 渔民们正在努力取出乌鱼卵 母乌鱼卵就是乌鱼籽 公乌鱼的金囊就是乌鱼镖 剩下的乌鱼肉就是俗称的乌鱼壳 民众趁机会拿布袋来抢新鲜鱼货 近后来到陆港镇公所 每年举办的陆西宴 这次更以传统菜为主轴 搭配陆港在地海鲜美食 总计有五道前菜 十道主菜 四道甜点 有关乌鱼的就占了两道 也请来厨艺老师 展示四道乌鱼籽创意料理 教大家如何挑选乌鱼籽 就是你要看透光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 就是看乌鱼籽两边的形状 是不是对称 越对称越好 然后它是有一点上肩下圆 有点像离子形状的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在公部门 也考量一个安全上的问题 那场地又有限 所以我们今年 可以办了两个场次 一个场次就是一百桌回线 除了陆西叶 陆港公所也吸手陆港区渔会 在12月4日举办港边乌鱼乐时节活动 邀请厨艺大师现场料理 好吃又营养的乌鱼 让婆婆妈妈观摩学习 在家也能煮出好料理 新航亚太电视叶锡红 台湾彰化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